来看英国选手布里克和沃特菲尔德 光头的这个就是沃特菲尔德已经参加了两届奥运会 在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拿到双人项目的银牌 那块奖牌呢也是1960年之后英国队在跳水项目的第一枚奖牌 他们的个人技术上呢有一个运动员不够的钱 所以在同步上也会影响到一些水量 拿到52.80 把俄罗斯选手卡普特和哈德克 这些动作也是玩53D 向后翻译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这个选手是今年的在俄罗斯站的是不是跳来第一名 这个距离上还是有一点一个远一个近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对 现在同步分方面呢前面员扣的也比较细 要求比较细 对 扣的也比较细 不但起跳到同步 入水的角度还有你的距离上 都得要一致才行 像入水的距离和角度都是有比较明确的限制的 比如说从距离这方面 如果你是在20公分以内 我会扣你0.5 30公分到20公分这期间 可能会扣你1分 这都是有很明确的限制 但是要想在一条线上应该是比较难 下面来看英国队的布里克和沃特菲尔德 他们两个的入水处理不错 但是他们的翻译周数还是不是很齐 一个翻得快一点一个慢一点 在空中的这种固定感觉差一点 你看他们的个人动作跳完成得不错 但是同步分并不高 还有踩到给打7.5 就像他们的翻译周数 在7.5 个人分的不高 没有足料 来看英国队的布里克和沃特菲尔德 上一跳之后位置上升一位到第五位 这一跳是207C 向后翻译三周半 这个起跳从不还可以 但是一个月连的入水水关太大了 就是右边的 对 7C的入水效果还不错 7C的入水效果还不错 7C的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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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C的入水 7C的入水 8C的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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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前一后 在入水的处理上 还是一个不够的街 那任亮姐觉得 这样一前一后 这种情况 哪个队员呢 他的位置是比较合适的 应该说呢 太远了也不行 近了也不行 就是角度得要适中 从刚才说 可能这边一台半 给曹元都打得十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敌人 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